南台湾最大马拉松11月26号高雄开跑 沿路除了有夜市美食 还行经即将拆除的九如桥 选手们挥手道别 向工程生退的路桥致敬 同样是这场路跑值得回忆的一刻 身为麻醉医师的参赛者 脸书写下一段救命过程 说途中有名跑者突然倒下冰死呼吸 他当下立刻停下脚步进行CPR急救 接着又有名跑者也停下来帮忙 一直到救护人车赶到进行电击 救回了这名跑者一命 接着就由现场救护人员接手 而他随后也默默离开 还留下了一张笔赞的自拍照 而其实当下也加入救命行列的另一名选手 也是名医师是心脏科医生 说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万人盛事 没想到途中遇上这起意外 他和现场的一名医生轮替进行压胸急救 虽然因此影响了成绩 但也提到说记录随时可破 不过垂危的生命没有及时救援 就来不及了 而两名医生联手救命 让大批网友大赞是人医 也有人说是人间菩萨 也喊赞的还有他 高雄市长陈其迈 我要特别感谢庄文明跟陈景玉两位医师昨天的赛举 那也因为他们的第一时间的一个抢救 让我们这位跑者能够很幸运的及时获得救助 当天晚上就在脸书发文感谢两位医生病致敬 而两名医师也在留言处感谢市长 马醉科医师庄文明说 身为高雄人在高雄服务的医生 很荣幸为高雄奉献 而黎明心脏科医师陈景玉留言表示 自己只是做该做的事 也希望大家遇到类似的状况 也能自信的上前救命 这起意外也成了马拉松盛世的美丽插曲 华氏新闻秋军品荣厚北陈信仁高雄报道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